我也覺得踏入了一月之後,雖然只是第九天 但我也覺得發生了很多事 好像有些手忙腳亂應接不下的感覺 所以今天仍然可以回來有實體的崇拜 其實是一份的恩典,得來不易 讓我們真是珍惜每一次我們可以聚集 一同去認識神,敬拜神的時間 今天開始講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不覺不覺這年半我在東九堂的講道裡 原來我都很喜歡用歌曲去連結我的信息 無論是詩歌或流行歌都有 所以在我預備今天的信息的時候 我同樣都彈起一句歌詞在我的腦海當中 讓大家看看歌詞,看看有沒有印象 或者有沒有聲音在你的腦海當中 從此以後,無憂無求,故事平淡 但當中由你,已經足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聲音在你們的腦海出現呢? 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年紀,甚至乎你小時候都可以 如果你認識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因為如果你去婚宴,去飲宴,很多時候都會播這首歌 我當中最喜歡的一個內容就是 她說故事平淡 但當中由你,已經足夠 所以在裏面說到,原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就算我們只是活得平平淡淡 但如果我們身邊有一個愛護我們的人 有一個願意與我們同行,關心我們的人 重視平淡,亦都可以足夠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與我們的信仰生活亦都很類緊 就算我們的信主,我們很多時的得救見證 看似很平平無奇 一直的成長,不會有很多很驚天動地的事發生 亦不會有講到很傳奇的見證 不過,就算我們的信主歷程看似平平淡淡 我們其實一樣可以靠主,活出一個豐盛燦爛的人生 所以我們期望藉著今天的信息 和大家思考一樣的事 就在我們的平凡的人生裏 我們可以怎樣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呢? 或者會不會是我們可以靠著主,讓我們的人生不一樣呢? 讓我們先一起有個祈禱 天父上帝,我們將今天的經文,信息交託在你的恩手裏面 你讓我們一同的去思考,去求問 我們的人生,我們每日的生活 可以怎樣在當中經歷到你 可以經歷到因你而活得,不再平乏 求你繼續祝福,拖大我們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命祈求,阿門 今天講的經文會是創世紀二十五章十九至二十六節 這八節的經文 所以讓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讓我們先一起讀出這八節的經文 跟著我先開始去講解 預備 古叫俞祭祺李伯家就懷了人 胎兒們在他福中彼此相增 他就說 若是如此,我為什麽會這樣呢? 他就去求問耶和華 耶和華對他說 兩國在你福中 兩族要從你身上分立 這族必強於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到了生产的日期 看啊 腹中是对双胞胎 先出生的身体大红 温身有毛 好象皮衣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素 随后以素的弟弟也出生 他的手抓住以素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牙角 两个儿子出生时 以撒六十岁 好 麻烦 上个礼拜 自旋牧师的讲道 讲到阿伯拉罕的世世 以及提到以实玛利的后代 一连串的人名家谱 而今天的经文一开始 也都是出现的 就是以撒的后代 其实后代这个字 在创世纪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段记号 每一次出现 代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会有新的角色 或者新的事情去发生 所以不经不觉 后代这个字 在创世纪已经出现到第八次了 所以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图表 给大家看看 后代这个字 将创世纪 画分了两个什么不同类型 和什么段落呢 其实后代 来历事迹都是同一个字 在圣经的翻译 有时会用到 所以其中一类就是用后代 来介绍一系列的家谱和名单 第五章 亚当的后代 就由亚当直数到去罗亚 第十章 闪陷含亚弗的后代 就介绍了以色列国周围 加南地周围的民族 闪的后代 就由闪一路去到亚伯兰的身上 上一章 上一次就是以色玛利的后代 这些就是家谱和名单 但除了这件事之外 另外编幅更多的后代分段 其实是记载了很多的故事和人物 第二章 天地的后代 其实就是讲了创造和堕落的故事 罗亚的后代是整整一个洪水的世代 而他拉的后代 主角并不是他拉 而是亚伯兰 整整十四章是讲亚伯兰的记载 之后去到今天 我们看以撒的后代 以撒的后代的主角 同样都不是以撒 而是将要出场的亚伯 接下来的十章十一章的经文 就是亚伯是新的主角出场 所以从二十五章十九节 去到三十五章二十九节 这个大的段落里面 新的主角亚伯已经很快会出场 当亚伯拉罕过身之后 经文并没有将焦点 直接放到以撒身上 而是马上跳到亚伯 所以今天这八节的经文 作为段落的引言 将接下来会出现的重要人物 介绍给我们听 以及告诉我们 接下来十章会有什么剧情 所以今天我会分三个部分去宣讲 第一个部分 我会看头四节 十九至二十二节 看看其实以撒和利伯家 在困难当中 他们怎样去寻求神 好了 经文在第二十节 很厄要地说出人物 和发生了什么事 说到以撒去几多岁结婚了 四十岁 娶了利伯家 接下来 而利伯家是谁 利伯家是亚兰人 比土利的女儿 还有谁的妹妹 拉班 所以拉班 在未来有很重要的角色 在往后我们的讲道 大家就会留意到 而以撒在结婚之后 其实他面对第一个难处是什么 跟阿伯拉罕一样 延续后裔的困难 都是太太不生育 不过今次以撒的遭遇 跟阿伯拉罕很不同 经文没有铺牌十几二十章 讲他遇到什么重重的起伏 最后才得到应许的后裔 反而在一节的经文里面 带出了个问题 接着引来以撒的行动 之后神就解决了 节奏很明快 讲出了不生育 以撒去祈求 神应允 这样就解决了个问题 阿伯拉罕的应许祝福 可以借着以撒延续下去 过渡到新的主角身上 不过 如果当我们细心看 今日的引言的八节 其实是用以撒的岁数 做开始和结束 其实是一个括号 当以撒 当年八家终于可以生子的时候 多少岁啊 以撒 六十岁 所以其实以撒去的祈祷 并不是一祈祷就立刻 应允成就 以撒等了多少年 等了差不多 足足 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从经文提供的时间 让我们见到 以撒他不是一祈祷 神就马上应允 而是以撒他在过程里面 他一直的坚持 为太太去祈求 祈求这个字 不是单单一个普通的动作 从上下文 我们可以见到 其实他是一个持续 不断进行的动作 他为太太不断的祈祷 在漫长的等待里面 他继续关心太太 与他同行 我想问 如果你是李伯家 姐妹如果你是李伯家的话 如果有一个 会一直关心自己 为自己祈祷 与自己同行的丈夫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个人相信 和阿伯拉罕相比 以撒会是一个更好的丈夫 亦都会更得太太的欢心 因为他对他太太 真是挺好的 不育的难题 解决了 其实应该皆大欢喜 应该哈利路亚 然后进入到新的剧情 不过 经文带我们进入的 是下一个难题 而尼伯家怀孕的时候 亦都遇到一个很艰难的情况 就是原来腹中的胎儿 在里面彼此相争 我们就这样看 彼此相争这个翻译 我们见不到那个激烈性 其实如果在原文里面 去带出的 其实就是 两个人是互相的去压碎对方 互相的去击打 是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 所以从这个字 讲出的 并不是他们两个 在里面争吵位 你看我我们看你 不是这些 是真是权权盗欲 所以搞得 身为妈妈的尼伯家 很痛苦 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所以 他用什么方法 去寻求解决呢 他和以素一样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他不是自己 找一下有没有名医 看看有没有安胎药 令自己舒服一点 经文说的就是他去 主要的动词是去 他去到神的面前 向他求问 虽然方法不同 以撒是用祈祷 而利伯家 他是有一个很有动性 动态的 他是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 不若而同讲出的 都是一同的 向神去寻求帮助 所以面对人生 很多的难题 以撒和利伯家 他们的简选是 回到神的面前 而我们呢 我们会不会很多时 靠了自己的经验能力 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真是解决不了 那就去到神的面前 去祈祷吧 看看神帮不帮到手 还是会不会 我们愿意 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 在什么需要里面 我们行切的去寻求神 求神去带领和帮助我们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身处 在一个幻变的世代里面 环境充满很多不确定性 其实更加吹逼我们 要向神寻求帮助 特别是近来 我真的意识到 人的力量真是很有限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到身边发生的事 我们很多时会充满很多的无力感 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件事坚持 我们坚持去祈祷 我们坚持为自己 为我们身边的人去献上祈祷 继续与他们去同行 说到这里 我不其然想起两个礼拜前的圣诞报道会 当中其实我见证了一幕 虽然那个街坊不是我接触开 但是有一位的婆婆 我们在直堂初期已经接触祂 建立关系 经历差不多十一年的时间 当中 有跟祂讲福音 有叫祂信耶稣 但是祂一直都未接受 但是弟兄姊妹没有这样放弃 一路的为祈祷 一路跟祂同行 继续的去邀约 结果在十年后 祂终于在圣诞报道会里边 经过一轮的陪谈之后 祂愿意接受耶稣 所以 如果没有了这份长年累月的坚持 和祈祷 我们是不会见证到 神这份这么特别的工作 祂如何在人的心里面 去动工 令人归信 我相信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祈祷 有不少人都有这些经历 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以撒 他持续的为太太祈祷 利伯家用他的行动去寻求神 我期望成为我们的提醒 所以我们如果是夫妇的 记得 为配偶去祈祷 无论什么年龄的长者你可以为儿孙祈祷 如果我是职称的 你为你的亲人 亲友去祈祷 我们可以一同的为到我们认识的人 为到我们的邻舍 街坊 社区去祈祷 与他们去同行 其实当中的关心 他们会感受到 神也会知道 神也会按照他的时候 去施行他的工作 所以无论我们在风高浪急 或者生活平顺里面 让我们继续坚持的就是 祷告 不放弃 接着来 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会 二十三至二十六节 这四节的经文 让我们看看 在母福当中 神是怎样拣选人的呢 当利伯家向神祈求之后 神就立刻对他有一个回应 神跟他说 两国在你福中 两族要从你身上分纳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伏事小的 这个就给了一个提示 我们为何那两个胎儿 在福中已经要打生打死 原来其实是跟神的赐福有关 究竟谁才是真正领受神的应许赐福 能够成为大国 成为万国祝福 那一位的后裔呢 以撒之前 才脱穎而出 成为唯一的应许之子 去到现在 有两个胎儿出生 两个婴孩出生 双胞胎来的 所以一路围绕的都是后裔和赐福的问题 所以当到了真是生得的时候 结果 原来真是一对的双胞胎 而藉着经文对他们形容出生的情况 和形容他们的名字 其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提示 我们先看看哥哥 哥哥出生的时候 全身都红薄薄的 满身都是毛 很长的毛 长到怎样 好像穿了一件皮草 或者穿了一件全毛的衣服 所以他们就为他改了名字 叫以素 你们都知道 如果我看见人的名字 我都很喜欢说名字 为何的 所以以素的名字 为何呢 以素的名字 即是有毛 所以如果从原文看 字母是很相似的 大部分都很相似的 所以如果用我们现在明白的看法 以素是什么 以素就是长毛 以素是长毛 那弟弟又怎样呢 弟弟就跟着哥哥出生 他用手掘着什么 掘着哥哥的脚跟着出来 所以改了他的名字 就叫做瓦角 所以瓦角的意思不难明白 瓦角的意思就是掘着 就是抓住 如果你瓦角和脚跟原文 其实三个字母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读音有不同 所以其实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从以素的名字 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以素全身都是毛 他大过了 就喜欢跟动物围舞 喜欢去打猎 是有关联的 而瓦角呢 因为他的名字是掘着的 所以瓦角一生的经历 他就是靠自己一双手 去掘着神的祝福 他想得到的东西 他会用一切的手段去捉 这个就是整个段落 大段落里面的剧情 以及面前的发展 好了 接着再看一看 就是面前 给你们再看多一点 整个大段落的焦点 在25到35章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结构 很工整的 给我们真的很明显看到 当中主要的讯息是什么 一开始今天我们看到瓦角的出世 以及两兄弟要争祝福 但是去到整个段落的结束 35章 就看到他得着祝福 以及以撒的离世 跟着中间夹着的 头尾都有跟外邦人的争执 所以除了后裔的身份 跟外邦人的关系 曼国的祝福 都在这里可以见到一些端藝 他们家里面的妇女 跟外邦人有不同的事故 有尼伯家和水井的事件 之后有底拿和报仇的事件 而在中间小小 我们会见到 雅各和以撒的关系 他怎样压他的哥 最后要避难 接着到最后他回来 和以撒复和 而在中间最核心的 就是雅各 怎样领受到神的赐福 他怎样离开了加南地 最后回到这个土地当中 如果再详细看多一点 那部分 都可以见到很公正 他一开始在白特里见到神 神应祂赐福 到最后他回来 在雅伯道口 皮鲁伊纳 他和神的使者书交 得着祝福和新的名字 再之后 他去到哈兰 被拉班押 接着最后他走的时候 他押回拉班 离开哈兰 而中间那一章 就是讲到 他的儿子是怎样出生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始祖 怎样出生 十二支牌 和整个以色列 成为万国的祝福 其实在这个大段落里面 我们可以充分见到 神是信实 他的应许会成就 而我们回到 我们刚刚第二部分 看过四节的经文 其实有关简选 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细心点看看经文 虽然我们见到 大的要服侍少 但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会选雅各 而不是选以色 雅各英俊 雅各乖 还是以色似 没有 经文什么都没有说 两个兄弟未出生 神已经简选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简选是出于神的主权 完全是神的恩典 与人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人并没有什么好 都值得神去简选我们 所以藉着这一点 我也想提醒 虽然我们要知道 简选是主权 是恩典 但我们很小心 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觉得自己才是唯一蒙简选的 那一班人 而看不起其他没有被简选 或者不认识神的人 觉得他们坏 觉得他们不好 所以你们神不简选你 在神的简选和恩典里面 不是有你没我的 不是非此即彼的 继承神给阿伯拉罕的应许和赐福的 不是耶稣 但是耶稣 神并没有懲罚他 神没有奏了他 耶稣一样可以成为一国 一族 一样可以得到他的地土 所以神的祝福 有时远超我们的想像 我们不要被自己很狭窄的思想 去困住我们 去限制了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能够因着信心 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接上去 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这一份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要自夸 不要自门 也不要轻看其他未认识神的人 很多时候 未信的人都有很好的见证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 排挤和我们不同的人 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分化 和猜疑的环境里面 我们更加要谨慎 我们不要因为对方的意见和我们不同 就轻易的为对方 贴上一个标签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自己是替天行道的那个 神是站在我那边 神一定会祝福我 而轻易对其他人作出道德的审判 我们反而要传一份的欠秘 不要轻易的去论断人 因为神的旨意和作为 远超过我们可以所想象 让我们一起的去抛开很多的成见 在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继续努力去爱 继续去与人同行 我们要将神的爱带给身边的人 我们要努力去重建一个满有爱心 彼此信任的群体 这个是正正神给教会的一个使命 当我们面对着波散很多纷争 破坏社会很多不同凝聚力的状况的时候 爱和信任是我们最有力的回应 破坏很容易 但是重建非常艰难 不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已经拆毁了两下之间分隔的墙 冲破了人与人之间隔离的罪、仇恨 就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简选里面 我们决力做和平之子 回应神的简选 理行神的使命 不觉不觉呢? 我八节讲完了 那是不是就这样散毁呢? 其实还没有 其实呢 还有第三点 我是想借着以撒的人生 给我们一同的去看 我们在平凡当中 可以怎样经历神 为什么我会特意说以撒的人生呢? 因为阿伯拉罕刚刚的离开 雅各又出场 以撒的人生好像很平淡 他从来没有自己做主角的机会 新的段落开始了 新的角色粉墨登场 未来尾光灯的焦点 会放在雅各身上 那以撒有什么地方呢? 之前我们借着头两点 我们看到 在迦南里面 我们可以向神祈求 我们在神的恩典和简选里面 我们保持欠卑 刹看神的作为 接着 以撒呢? 以撒随着阿伯拉罕的离开 他不能接上做另外一个的主角 如果按人的角度看 其实他一生都是活在父亲和儿子的阴影下 他既没有阿伯拉罕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决心 也没有一生如何经历神很多的帮助 成为信心之父 他没有这麽厉害的经历 他也不像他的儿子那样 他的儿子都是做世界儿子 做到一个极端 一生卫着神 跟着在雅伯道口 跟神去搏斗 最后得着祝福 换了名字 成为以色列 他的儿子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 以色列国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父亲和儿子都很厉害 有时在家里看着老婆 他老婆也是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经验 去嫁给他 所以看似雅各很平凡的人生 并没有什麽很出彩很特别的地方 和父亲和儿子相比 平平凡凡 如果报道会要找见证嘉宾 排队都未轮到以色列 大把人比他厉害 是吧 不过神并没有因为以色列 他的经历不够特别 不够转折转旗而忽略他 只是将焦点放在阿伯拉罕 雅各 甚至约失这些三大男主角身上 神一样眷顾以色列 一样的透过他将祝福延续下去 所以跟着下来 有三节的辅助经文 我们一起看看神是怎样藉着这三节经文 让我们见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怎样是以色列的神 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 其实是之后两次的讲道会提到的了 就是以色列和外邦的菲利士人有争执 在那个环境里面 神就向他说出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出这一节的经文 预备 我是你父亲阿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也要为我仆仁阿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争多 好 麻烦 神不单止是阿伯拉罕的神 他跟以色列说 我不止是你阿伯的神 我都是你的神 我一样会与你同在 我会赐福给你 我会使你的后裔争多 所以以色列经历到 神和他那种个人的关系 跟着去到雅各 雅各在要逃离家乡 去到伯特尼的时候 一样不容易 但神同样向他显现 说出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出第十三节 预备 我是耶和华 你祖父阿伯拉罕的神 以色列的神 你现在躺我之地 我要将他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神介绍自己是谁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以色 祂说我是你祖父的神 我是你爸爸的神 同样 我都是你的神 我一样会继续赐福给你 和你的后裔 三代人一样经历到神 甚至乎去到几百年之后 当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会看出埃及的三章 第十五节 这一节的经文给我很大的启发 以至到我想到今天这个信息 我们一起读出第十五节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猜派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 好 麻烦 神向身处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 介绍自己是谁 我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他并不只是介绍自己 我是阿伯拉罕 雅各的神 我是雅各 约失的神 神去强调的是 我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在这三个那么重要的列祖里面 神没有摆低了平平凡凡的以撒 觉得他不够丰富 而有差别的待遇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一生一定要经历大喜大乐 一定要经历很多很特别 传奇的经历 才可以经历到神 就算平平凡凡 都无阻我们享受 经历神的同在 不其然 我又讲回圣诞报道会 其实完了之后 也有不少弟兄姊妹 走到我面前跟我聊天 我说 俊卉传道 听完你的见证 真的觉得你很大转变 你的头发 你的发型这么大转变 你头发短了一尺 看重了 加了几十磅 当然很多这些 但你问我 我固然感谢神 神给我有这个份 有这个转变 但同时我都问他们 我都鼓励他们 我说 你都可以讲见证 神在你的身上 一样有祂的作为 和恩典 你们猜一下 他们听到我这个邀请之后 他们有什么反应 每个人都耍手灵头 别玩我了 我哪有这些东西说 我很乖 总之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说 所以呢 我想向在座 你觉得自己的信主历程 其实只是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的人 我都想鼓励你 神不仅是阿伯拉罕的神 和雅各的神 神他一样都是以撒的神 他乐意做平凡人的神 他也都愿意做我们个人的神 所以我们不需要比较 我们不需要只看身边 哪个人的信主经历更厉害 转变大 才可以经历到神 在我们每日的平凡生活里面 神一样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所以不要只是觉得教牧 执事、祖掌那些更厉害 那些和神经历多些 其实不是的 你们一样都可以 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经历到神的恩典 刚刚三个星期前 恩福堂有一个水泥 当中有一位是东九青少的团友 姐妹分享到她的见证 她是一个信二代 她没有什么学坏 很乖 又没有大奸大奥 自小在儿童主义学成长 但是她就是在她读书 和家庭的环境里面 她经历到神是她的神 她愿意一生去跟随她 所以她就是这样经历到神是她的神 在青少团契里面 很多都是信二代 他们大部分 都不会有很特别信仰的经历 或者个人的改变 他们由小到大 跟爸爸妈妈回教会 回主义学 不过我期望的就是 他们能够认识到 神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和雅各的神 神不单止是他们父母的神 亦都是他们的神 这个是我的期许 所以去到今天的总结 我们的题目是 人生更平淡 有你可燦烂 以撒的人生 跟阿伯拉罕雅各相比 好像很平伐 不过其实不是的 如果我们细心看 她的人生 是不是没有任何 发光的时刻 其实不是 其实她和阿伯拉罕 一起在摩利亚山上 经历神这个效应 她亦都在生活 妻子不生育 和外邦不同人的争执里面 她一样经历到 在这些困难里面 神与她同在 神施恩给她 所以 我相信在座不少人 你们可能普遍 会对雅各的人生经历 比较有共鸣 因为可能都是平平淡淡的 不过 我们一样可以在平凡的人生里面 撥出不一样的生命 正等于我一开始说 我们一起思考的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 在平凡里面 经历到不一样的事 就是有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去为我们的人生 添上色彩 丰富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最后 我想我们大家有一个低头 我们一起 有些默想祈祷的时间 你想回 你和神之间 有什么的经历 你是经历到 祂是你的神 如果你想到的 你向神献出 这个的祈祷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一同去经历祂的恩典 我们有半分钟时间 我们一起有些思想 和神祈祷的时间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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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重温 我们和神的经历 和关系 虽然我们只是 很平凡的一个人 但是我愿意的 就是我们一样可以 经历到神的同在 五堂不能够带到回应诗 不过我用一句的歌词 去做结束 这首歌是 在诗歌《普通的人》里面 我很喜欢的一句 他说到 无论是多少 全是不紧要 在我主手中 一切也奇妙 愿神的话语 祝福大家